以前我們會寫日記 記錄一天所見所聞 現在多半是上臉書發文po照片 有一位藝術家 他就拍下一張陪媽媽上菜市場 買菜的照片 但是他的撰文竟然說 他遇見了一群要馬奔騰的俠女們 藝術家他說 他創造了一個偽日記 究竟是什麼一起去看看 一群頭戴安全帽 剛剛買完菜的大神 變成了要馬奔騰的俠女 影像和文字結合之後 有著幽默的違和感 這是藝術家陳文綺 對日常生活的奇思妙想 偉大的婦女們 她們必須要趕快採購完菜 然後跨上摩摩車 就趕快奔回家 奔回家去煮飯 因此我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 我就馬上想到 她們是一群俠女 騎著白馬 各種馬 在這江湖上奔騰 一九九九年 台北美術獎得主陳文綺 近十年來 作品多以行為藝術等影像為主 再次以靜態攝影來表現 依然專注在摺絲探究上 他認為在用影像寫日記的年代裡 影像和文字不一定要相輔相成 所有日記都在記錄 當天所發生的那些事件 那些事件事實上 都不是真實的事件 因為它已經在你記憶裡面 進行了一次的重組 所以它的真實性是什麼 只不過是記憶中的真實 用重針盯住同樣大小的照片 封存在國際標準尺寸的標本盒中 101件作品是陳文綺游覽日本 泰國 中國和台灣 五個都市的一百零一天 是它的個人日記 也是它所製造出來的作品 《偽日記》的偽 在我的定義裡面是人為 人製造了所有的不真實 也就是說當人的介入之後 這個世界開始不真實 但這個不真實是 它又是如此的真實 因為人們相信人們所製造的真實感 究竟影像它記錄的是一個真實 還是那個真實 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一個再現 被標本化的文字和影像 陳文綺要讓大家思考 拍照的那一刻 究竟是工作儀式還是純粹的感動